......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集的節目 在桃園有許多有趣的客家文化 以及景點來讓大家去遊玩 不過其實要為了讓大家 大家可以更能夠深度的去體驗這些 或者是遊玩這些行程呢 桃園客家事務局就特別打造了多處的場館 還有場設 來讓大家來去做遊玩 或者是去體驗文化的 所以我們這一節節目就很榮幸邀請到 我們桃園客家事務局的范江局長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跟大家好好分享這些到底在哪邊 還有它的特色在哪邊 首先一開始先歡迎我們的范江局長 來到我們現場 范江局長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來賀客家事務局局長 范江台地 瑞鋒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園客家局局長范江泰姬 今天很高興來上瑞鋒的節目 好 局長 其實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桃園客家的族群相當的多元 非常的豐富 能不能簡單幫我們跟大家帶一下說 桃園客家族群有分哪些的族群種類呢 是 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桃園是 目前是所有全國各縣市裡面 客家人口最多的一個縣市 最多 對 那我們客家人有將近91萬人 那在我們桃園市呢 我們可以粗略分成 有山客海客跟都會客 這三種 那我們十三個 桃園十三個行政區裡面 有八個是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那在這八個裡面 我們的大園、觀音、新屋 這是屬於海客 就是到沿海地區這些是海客 這三個是沿海的海客 那陽梅、龍潭跟大溪 這個是屬於山客 山客 那都會客就是中立跟平鎮這兩個地方 所以這八個加起來八個是我們的現在的桃園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所以也是分都市區 然後還有沿海區 以及靠近山區 對對對 分類的 沒錯 哇那族群相當量多遠 好那這主要呢 我們也是 廣場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就是為了讓大家可以更能夠 親近這一些客家文化 還有體驗這些文化 我們的客家事務局 就很努力的去打造各種場館 這場館說真的其實都相當漂亮 非常漂亮 其實一看都還不知道說 哇 原來他是可以進去的 是 對 那我們想說 請局長來幫我們好好地介紹 好 我們先從這個海邊開始講起來好了 好 那在我們的新屋有海螺館 就是在永安漁港這一邊 有一個海螺館 所以你如果這個瑞豐 你上網站的話 就會看到我們的那個海螺館 非常非常之漂亮 所以你面對我們的海螺館 這個左邊就是西邊 它就是夕陽落下的地方 剛好在漁港 哇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的白色的建築物 然後還有這個夕陽 夕下的時候 這個景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每到這個六日的時候 就有很多新人去那邊拍照 或者是網美在那邊拍照 都變成婚紗聖帝了 對 真的 它是一個婚紗聖帝 所以它整個我們建築物的造型 其實就是一半的海螺的樣子 因為我們在沙灘上面看到海螺 它通常一半會在沙子裡面 對不對 然後上面是一個弧形 有一個很像殼類的感覺 對對對 那我們海螺館建築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有 是白色的 純白色的 然後是一半的弧形 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 我們永安漁港這邊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景點 那在北邊一點點 我們觀音有一個 輪坪地景園區 那輪坪地景園區 它以前是輪坪受信所 也就是說那時候是在日據時代 這個地方是通無線電的地方 通中國大陸 或者是其他鄰近區域的一個據點 所以在我們輪坪地景園區裡面 還有很多是當初 輪坪受信所的一些遺跡 遺跡保留下來 對 但是這個輪坪園區 我們現在客家局 把它設定成為一個 它是一個以手工藝 為主題的這樣子一個園區 所以我們那邊有一個工藝館 它就會定期做 各種不同工藝的展覽 像草編 竹編這些等等 各種手工藝在這邊展覽 所以像是青年的一些職人也好 你是都在那個地方去做培育嗎 去做培育嗎 培育的部分我們是基金會在做 有機會我們等一下再來談這個問題 對 那我們在輪坪這個地方 我們也很希望說我們像瑞鳳知道 我們基金會曾經做過百工百業 那其中有很多很多是這個 他們非常 老手藝 對對對 這些匠師 手工藝的匠師 那我們就希望說 他們有機會都可以在我們的 這個工藝館這邊來做展覽 所以其實要了解到工藝 客家的工藝技術 可以就直接到這個輪名 是是是 一次就比較清楚 就像剛一開始瑞鳳有講 我們七個場館 其實我們七個場館 都是不同的特色這樣子 就是定位其實都還蠻清楚的 是是是 哇 那而且剛才有提到 其實我們北 不管是我們說桃園有分北跟南嘛 對 那其實這七大館設 其實是分佈在南北都有 其實整個鄉親桃是都包辦的 我們剛剛有講觀音跟西屋嘛 對不對 那再過來我們龍潭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有三個館設在龍潭 一個是我們的客家文化館 也就是我們客家局的所在地 所以客家事務局 就是一個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 是是是 那我們客家文化館 它是一個綜合性的館設 它除了有文學有音樂 那我們還有一個非常棒的親子館 是一個兩層樓的親子館 所以這個小朋友 如果來到我們親子館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好放電的地方 好 現在有大草坪 我們後面有一個大公園 那公園旁邊我們有一個像以前那種磨石子的溜滑梯 就是不是罐頭遊具 就是一個看起來就是很有味道的一個溜滑梯 然後溜滑梯下來有沙坑 這樣子 那我們室內就會有兩層樓的親子館 所以不管是好天氣或者是下雨 不管是小朋友 視動視鏡 其實在我們客家文化館 都可以有很有可以發揮的地方 這樣子 顛覆大家的想像 就認為說辦公地點 可能都是紫棘層層的大樓之類的 不過當然我們不會在 我們不會在六華堤辦公 對對對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還可以玩的 是是是 價值非常好放電的地方 是 這是一個 那龍潭我們另外在這個龍潭大使的旁邊 是我們的忠孝正文學館 文學館 是是是 那忠孝大家都知道他是台灣文學之母 所以我們在忠孝正文學館這邊 我們就可以完全了解忠孝他當初的這些創作過程 他的背景 他的生平 以及他的全套的作品 都在我們忠孝的管社裡面 有非常清楚的介紹 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裡面也可以看到一些 老師當初留下來的一些收稿 對 都可以看得到 我印象最深的是 裡面有一張忠孝的書桌 就是他用的書桌 他本人使用過的 他本人使用過的 那這個書桌 是是是 那個書桌之所以特別的地方在於 那個是師母 請人特別訂做 做給忠孝用的 那師母怎麼會有錢呢 他沒錢啊 所以他是養豬 養鳥 這些用 這些生活的副業去攢 這樣子一滴一滴的錢 然後請人特別用木工 請木工特別去做了這一張書桌 你現在去我們中館看這張書桌 還會覺得 它是一張非常豪華的書桌 這樣子 以當時的眼光來看 就是非常的棋派 好 我們局長剛才其實已經透露四個館色 這四個館色其實都可以了解到說 它的那個定位都相當的明顯 好那其實呢 其實剛才有提到嘛 我們這個桃園有許多很多很多客家文化 都是要讓大家可以深入去體會 所以這些館色不光只是開放給大家去遊玩 去做拍照而已 它裡面其實蕴長了很多很多 值得大家走一方 也可以深刻了解到說 原來客家的精神是長這樣子 客家文化是怎樣這樣子的 所以呢其實也是歡迎大家 有空抽空的時候 就像剛才局長提到的 親子放電也是好去處 或者是說你單純只是想要去那邊 不管是拍婚紗也好 剛才提到拍婚紗 或者說你單純只是想要去那邊 遊走的話都非常適合的喔 比 intéress軌十多 我覺得東西很帥 這裡